大哥领 大哥领 颜叔历带着一个陌生男子 去了我的寝室 让我们在这儿等 韩郎君 你这段日子都躲哪儿去了 你怎么这就要走了 韩世元 世元跑了 确定这人是韩世元 是他 那天他就是这么跑的 穿的就是这身衣服 一模一样 对 一模一样 那天你被明堂火光所惊 再加上多明些案人往西走 那天你根本没有看清楚 他的正脸 不是他 可是刚刚明明是他呀 那天也是他 刚刚屋子里的不是他 那天也不是他 而是他的影子 当日 兰桂州借影子 伪造了韩世元 还在屋内的假象 之后 他装扮成韩世元 出门向西而去 恰好碰见 东面的明堂尸虎 产生了巨大的光亮 明堂头水啊 分散了注意力 以至于造成目击学子 误以为 他就是韩世元 你这是妄自揣测 五月初期 世元明明就在屋里 然后出门向西去了 问题就在于 无论是你 还是屋外目击的 这位学子 都表示 只有韩世元 一个人出了门 你在屋内 屋里有灯 李明外暗的情况下 你又是怎么看到 韩世元往西去了 言书里说得是 这屋里亮灯 确实看不到外面 至于为什么 要伪造五月初期夜里 韩世元还在红文馆 那就要问问 他的这位好同屋了 带走 好 好 学子们都散了吧 阿盘 今日真是多谢你了 雕虫小技 不足挂齿 这个阿盘到底是谁啊 我看夫人和他 笑语盈盈的 倒像是老相识了 言书里 今日在下还有事 便不做久留了 你这就要走了 我都还没来得及 跟你好好道谢呢 有缘自会相见 以后若有事 随时来鬼师找我 一言为定 是吗 是啊 夫人在府里 可从来没有这么开怀过 今日真是多亏了阿盘 安晴才能顺利告破 你们去内卫府不带我吗 还没省血呢 自己想办法 又发什么疯啊 你还没想到